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腩九差矮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級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300人會員會在週三和週末發布會員影片 內容是支撐壓力的個股分析 600人會員會有討論群和不定期教學影片 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腩九差矮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3點50分 那我們今天整體的盤勢算是拉高去做一個結算 當然在盤中有到達我們在昨天看的那個壓力嘛 就是23400然後配合著這個下降趨勢線 然後有個回壓的動作 所以說我們昨天的分析大致上就是有對有錯啦 有對也錯 那錯的部分是認為說如果說今天開盤是可以開在這個230之上 那應該是有機會直接往上走 但是他是開在250吧 23250然後是突然就中錯了 當然因為不會說馬上開盤之後去做單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影響是少的啦 好 起碼你也等在一根這個1分K嘛 然後5分K質問的 那看看情況 那基本上都等在5分K嘛 所以說這個影響是偏小啦 不過算是這個地方沒有一個非常就是 呃就是這個獎隊這樣子啦 那其他部分其實獎隊的部分蠻多的 我們待會再來看下去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今天呢 家群指數上漲了110點 然後最後成交的這個價格是在23217 那基本上就是 呃 連日好幾天都是收這個日線的紅K棒 然後我們的尾盤的時候 尾盤的時候 是最後面是成交在23324 算是說夾雜在這個23400到這個23230 當然這23230待會我們會改口 會改成23225啦 我覺得這個地方比較精準一點 然後這張圖是我剛剛解不過 現在好像有一點跌破 對 有一點稍微的跌破 我們待會出去的時候再來看 呃 下值此刻的一個價格到底是在哪邊 那看到台積電喔 今天呢 欸 站上了多少 我們看這個好 因為是零股 站上了1060 呃 站上1060 那我們在昨天前天和這個上週五 就講說1055呢 是台積電的一個壓力 那今天收盤是張上去 對 那所以說我們覺得整體行情 應該算是說有一個微小的突破 微小 真是一個微小的突破啦 好 那看一下 今天台積電呢就是上漲10塊錢 那其實全資股部分沒有什麼特別好說的 就是我覺得整體方向應該是比較偏多的 然後看一下右手邊呢 今天其實是一半一半 不過呢 今天一半一半 但是我手上的持股算是 有比較明顯的上漲 我手上比較多的是 細光紙 設備 然後連接器等等等等 反正是比較多 我們在節目裡面常說的族群性的個股 對那一些偏雜類 那今天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上漲 昨天跟前天是比較沒有 昨天是有過半嘛 那其實今天差不多過半 有過半贏一點點 贏一點點的部分 贏大概19家這樣子 那每一個他的 看的數據好像都不太一樣 對那像我看的這個 可能或許跟你看的不一樣 不過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不會跑太多 好 那來看一下 那樣這個中央大選 已經開出來了 剛看到的是川普當選了 川普當選 那原本感覺上還有一點稍微的 應該說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發現說 喔 川普是領先 那可能中間過程還有一點拉鋸 那剛剛已經甚至宣佈說 這個川普已經當選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週五的 凌晨3點的FOMC的這個會議 那其實是禮拜四嘛 禮拜四的交易日呢 結束之後的凌晨 對 那這個會反映在 這個週五的早上 對 那反正 市場上可能有很多風聲說 到底誰選上利多或利空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難說啦 因為之前是有中美貿易戰嘛 那其實現在的中國 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 美國也打壓打壓的 其實也已經蠻嚴重了吧 個人覺得是課一些關稅啊 然後一些晶片的一些禁令啊等等 當然啦 如果說 他又跳出來說 欸 輝達 或是比較前面的說 不能說 不能給他們一些晶片什麼之類的 或許又有更深更深的影響 不過 我覺得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因為如果說你要去腰包說 啊 川普當選 那就一定會有這樣的行情 那你們想想想想想看這個 那特斯拉 這個馬斯克這個 全力支持他的 那會不會另外一波是 又有機會讓機械人乾股往上走 對不對 這個很難講嘛 就是一半一半 那到底是會如何去發生 我覺得 你當然可以預測了 然後做出相對應的操作 不過我自己個人會比較 在等等啊 等等看說 行情的資金到底往哪邊流 然後再說 好 那看一下 剛剛是早上的時候都看這個 我們全都有人傳這個 然後剛剛是有看到這個 那基本上就已經快要選中了 一個是中文版 一個是英文版 然後 剛剛在要開錄的這一刻 這剛剛說什麼 3點50分嘛 那對 那他就是已經當選上 好像是277票了 就已經過這個270票 就已經宣佈當選了這樣子 好 再來看一下是新聞方面 新聞方面的話 我們昨天說 應該打有這個 上場9% 那今天算是這個 上場3%還是4% 他有一個 跳空 跳空跳過 在跳過壓力的感覺 那這後續他就在做觀察 那可以看到就是 好像真的有回省 就是說有配合著 現在的盤勢 配合著 公司發佈營收的 那個階段 感覺上好像一個 利多加加3 利多的一種感覺 那再來看右手邊是這個 車用訂單飯環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跟著我們的 特斯拉市有一些相互的一些 相對應的一些衝突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或許會有 那其實車用的部分 已經成績大概2年左右 那今天有沒有長到車用 其實最近有 像是長到副頂 然後還有觀察到 那個以勝KY 這個紅海集團的 然後再來的話 今天的同資是漲停板 這比較偏車用 對 那在思考說 這個到底是長真的還長假的 那就 觀察下去吧 因為我個人會 比較偏好機器人這一塊 因為本身的機器 我別想很驚喜 本身的一個推動的力道 是比較偏強勢股的 我比較喜歡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那今天是 因為我手上有 有健康那個金寶 金寶是人寶集團 然後就說 金寶是有在 泰國 有一些供應鏈 那就是有傳這個消息說 那金寶 金寶跟 金寶跟今天上場很6%的7% 然後泰金寶 泰金寶也是 人寶集團 也是一些電子代工的工廠 那是 長金版 所以說 會不會有一波 是要拉抬這樣的一個 其實一個消息 一個族群 像這個 裡面有講到 Space台灣供應商 奇蹟 那奇蹟今天也是有上場 是網通的一個部分 那致意間 長得比較兇猛一點 然後中壘就有點忘記 因為之前上場一起看 對這個東西就 持續做觀察 或許網通 然後說 或是一些 可能剛才講的 比較偏 有在國外設廠 那是一些利多的消息 這個就看看吧 好 那來看今天的這個部分 然後看到 POM趨勢線 與平行線 壓力23,400點 這個算是 我個人認為還蠻精準的 那個趨勢線的部分 真的還蠻精準 然後平行線的部分也算是好 好看一下 那開盤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嘛 就我們剛剛講說 它是開在23250 然後直接灌破它 然後直到到下一層支撐 大家沒有覺得說 這個支撐很陌生 因為那是我在 早上打的 就是我早上打在群組 我說呢 目前位階是 23400 23225 然後2310 我這裡打錯 應該是23110 23110這個位置 那是有到23110的地方做指紋 然後再上場到 大概23230 然後又再度被 回壓 那回壓又破這個 原先的這一層 然後就 有 算是作業插針 破了之後作業插針 過後就一路狂飆到 23400點 那其實剛好 好像有配合到 納指那邊也是上漲 納指的電子牌也是上漲的 所以說趨勢線 他們與平行線的同時到達 就是那個壓力點 剛好同時到達 那個趨勢線還算是 有點穿過去啦 不過 後續有回壓的那個動作的話 就還蠻正確的 我們待會再來看 然後怪盤指數的部分的話 今天是上漲1.35點 但是仍然未脫離那個短壓 他差不多大概265266有一個短壓 就是說 前方一個小小的壓力這樣 那我個人是比較 看好下面的大支撐 那今天有漲到自己的刺骨 就還蠻開心的 然後 可以觀察到是成交量 回到上上週 因為上週的部分 那都是比較一個頹勢 基本上是 80B啦 80B一點這樣子 然後 今天好像是110吧 大概以上上週的平均 回到上週的平均 然後上週的平均大概是 70 80 就是比較稍微亮縮一點點 那今天有一個力道 真的有往上 然後今天結算是結算在 23,261 所以說 如果說是有買在一些 可能 23,400 23,350 的一個put 那個價格 如果說有在上 去到這個位階的時候去買的話 那或許是 有機會放到那個結算是成功的 那今天是有稍微做 有做那個 買這個put 這個動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日線的部分 那日線的部分是我們昨天的圖 然後今天圖 欸 跳上去了 沒錯 連續四天都是這個日線結構的拉長 算是結構還算是蠻強勁 而且今天是在開盤直接向下做測試 直接砸穿的到我們剛才講的 23 最低點是到23051 最近到23051 然後再拉上去這樣子 所以說 目前是突破的第一根 那明天會不會回撤下來 不曉得 就今天對於晚上的走勢 沒有太大的想法 就我們一直來認為說 他可能突破他會來摸這個趨勢線啊 我們講了兩三天 所以摸這個23,400點 那確實到啦 但是在今天的一個想法就沒那麼多 有可能會再回壓這個也是有機會 然後 到現在為止 就我還是必須承認就是 我一直還是在認為說 一直在思考說23,225點 跟23,000 我們現在改吧 23,110點 這兩層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大支撐 不過還是必須得說 我只能抓說是一個大支撐區域 很難說定義說哪一條線 才是真正的大的 對 因為如果說我們定義下去之後 他只要跌破 那是不是就 比如說我們定義這個23,225點 那定義他跌破了 日線結構跌破了 那是不是就形成一個假突破 然後順勢就會回到了22,700點 但是或許他真正的想要看的位置是 23,110點這個地方 所以前面這邊先承認 還是有點看不太到 OK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那 這張圖又多了 沒關係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是這個台積電的部分 那台積電的部分的話 我發現我們每次好像都放錯圖 我這張圖應該是要放台積電的這個昨天那張 沒有關係又放錯 那是今天的 然後其實這個 我這邊是後面要打一個括號 他沒有打完 意思是說 如果說我們單看位界的話 今天台電的莫名其妙衝到了1080 那我是一個人是覺得認為說 當下他往上衝的時候 他是量是比較縮一點點 量比較縮 是說右邊賣掛單的人是 掛賣單的是比較少 然後他就突然就有追買力道就往上衝 所以有些人是做一些突破單吧 然後就往上衝 那通到這邊就開始 這根爆量 這根爆量應該才是真正主力介入 然後他開始要控盤的時候 所以說這個時間好像在12點半吧 所以主力他在12點半的時候 他真正要去控盤 就是在一個爆量的時間點 因為在1分鐘之內 這一根是1分鐘 1分鐘之內有出現一個 在4000多 4000多應該有接近5000 5000的一個賣單調節 所以說這個算是有點硬衝 硬衝上去這樣 理論上不應該有這個上一線的 那理論上到達這裡的話 其實對應的期貨應該是要到23600 那我們看一下結構 是差不多到這裡嘛 23600 大家應該能夠懂這張圖 這裡跟這裡 我見到有別的地方 OK 那我們繼續講下去 那看一下目前的納指的部分呢 我剛剛開錄的時候 看到已經站回去到20555這個直上 那不知道有沒有指紋 對 那在結張圖的時候 這兩點半截的吧 他大概兩點 兩點的時候截的 還沒到 對 還沒到兩點的時候截的 然後他卡在這地方 然後今天這根拉起來也是 台股那時候拉起來的位置 所以說今天找盤 其實還蠻被這個 NAS所影響 當然被NAS所影響 還是有去對應到 我們本身的一個壓力結構 支撐壓力結構 就是他壓力就是23400點 還是卡在那個地方啦 OK 那目前的NAS 好像站在這地方 已經站上去了 所以說我們就看今天晚上的行情 能不能夠被NAS再往上帶 好 看一下貴買 那貴買的部分的話 就那時候講說 大概是2265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壓力 就是這一根 這一根 這四根的壓力 那下面是沒有截到那個 就是成交量 不過就是還是要繼續看多吧 就以上結構來說 然後加上今天的走勢 我認為是不錯啦 我個人認為是不錯 好 來看一下昨天呢 我們講的這個結構的部分 昨天講的結構是這樣子嘛 就23400點 然後23230點 然後23130點 然後在今天變更是110嘛 然後這邊是225這樣子 然後在昨天晚上22970是沒有到 然後後面就不用說 我們來看一下 那是昨天的圖 昨天說什麼 我們昨天說22975這個地方 要等待插針 然後最好把22949的地方插破 然後再去做這個 多單嘛 然後呢 再來說23130地方不做單 可能三三下下去穿線 那代表說我這一層看不太懂 然後後面在早上的時候 比較看得懂 就是有打在群組嘛 剛給大家看那張圖 就是23110的位置 然後呢 我們下面這兩個位置 我就講的蠻精準 尤其這個啦 這個在昨天上真的有發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做 它是在23230的地方 我說等待今天高點突破回拉嘛 但它其實突破就上去了 它並沒有回拉動作 就是它沒有馬上回拉動作 它直接就衝過去了 所以說你衝過去之後 你可以發現說 那我就可以執行後面這個動作嘛 就突破回拉做多 那當然最高最高 在昨天晚上並沒有到400 然後到336嗎 346 忘記了 然後最高點 大概有個 也有個100點 也有個100點 對 所以說 這在昨天晚上蠻精準 然後這在今天早上才去碰到 我說 這層呢 就不要想去做多嘛 它最逼近這個下降趨勢線跟平靜線的壓力 那今天早上就有去在這邊做這個空單 那是買這個PUTS的部分 OK 那就來看這張圖吧 然後我們框起來的地方就是 就是在今天早上觀察 然後看到這條線拉過去就是 我為什麼會 想要選擇在231110的地方 那今天是開盤開在這邊 然後下戳下來 那是15分可以 直穩的去做多的話 然後後面又拉回到23225 然後在這根再下錯 把這個低點跌破 又拉回來 然後如果說你又再做一個多單 然後就一路就狂拉到這裡 狂拉到這個地方 當然 講的好像很簡單啦 真正實實上要去做單的部分的話 其實要去做很多的等待 因為我們看的黑半是死掉了嘛 就有點馬後趴這樣講 當下的情緒 你要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做操作 那個都很不一定 每一分鐘 每一刻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是死掉的15分可以 但是如果說 這根下來的當下 或許很多人會去追空 然後就被尬上去 然後不停順便被尬上去 我覺得是 搞不好今天是蠻多人是怎樣 在這一段死掉 因為看到跌破了今天低點 跌破經低 然後去做空 然後就被尬上去 這是有機會發生 然後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東西 這個23230等待今天這個地方 做突破 突破做多 這個地方有到達 這地方有到達 突破回後做多 這個壓發生在昨天晚上 大概9點半的左右 昨天突破回後做多 最後拉大概130點左右 拉130點 那最後是沒有到400 但是這筆單 算是有機會成功的 當然你要找時間點去做體力 首先講這筆單 是有機會去做到單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後面吧 對好 那問題講 那400的部分是今天呢 有一根突破過去 那我們說 突破過去不要最多嘛 等待去做空的機會 所以說 我自己個人是在這地方去買到POOT 因為他那個價值損失 到這邊的時候 價值 時間價值還沒有到那麼低 然後就掛單 然後掉下去 再上來的時候 時間價值就不一樣了 同樣都是在同一個位置 但是時間價值不一樣 然後就有去做到這筆單 做到這筆單 但是也沒有 沒有做到很好 那那個真正的報酬 或許直接超過期貨可能更好 因為其實沒有買很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結構如何 今天結構稍微做到變更 就是我們把這個 23110 然後225 剛前前沒有講 然後再來呢 下一層是510 510大家比較陌生 那再來還有下一層 但我就不打 因為我覺得 我今天晚上其實沒辦法判斷得很精準 搞不好明天還會回來也說不定 如果說夜盤 他並沒有辦法突破23400點的話 他搞不好就會回撤到這兩層 那我剛前面講說這兩層 我其實不太確定說 到底哪一層比較是一個大支撐 所以 兩層都有機會 不過這層跌破 這層感覺上 我覺得搞不好守不太住啦 我個人心中 我剛剛是這樣打 那我往後面看 那看一下吧 那這是 交易計畫一樣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更改了 這應該改成225 為日線大支撐 就是我還是以一個 呃 支撐區為基準 然後這樣 這個東西我們就先看著 看之後為跌破 然後那再來講一下 就是壓力的部分 我們原先是抓23225 然後中軸嘛 然後支撐 就昨天講過 然後再來呢 下一層是223660 但是223660 我並沒有打在這地方 因為 不確定會不會到達 那23660 然後中軸先抓23400點 因為剛好是 趨勢線加上平行線的一個壓力 就還蠻重的一個壓力 所以說 這層搞不好就有機會再回壓 回來下 回壓下來也說不定 但是剛在 呃 看夜盤的時候是有突破 最高的時候到475左右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情況到底如何 待會我們跳出去的時候我們再看 好那支撐的部分是23225 這樣子 然後 呃 我們下面就來講一下 就是23110 守住機率感覺偏薄弱 那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其實今天已經弄了兩次了 就我們剛剛前面有給大家看圖 他其實下來一次指紋之後回拉 又下來一次又回拉 所以在思考說 這一層再下來會不會他跌破的機會 相當之大 因為如果說下來你要做這裡的破底翻的話 感覺上他下面的支撐 或許搞不好已經調整到這一層去 這層是在23050左右 搞不好已經調整到這一層去 也說不定 所以這層或許他會跌破這個W 那所以說這一層我可能不會 不會想要願意去接 對 那我們再看回拉 那再來呢 2325我覺得目前來說 我還是把它當非常重要的支撐 然後 還是 有心中有點偏好他說 會不會他其實才是一個 呃 是多空分界線 然後尾盤已經插針過 所以說尾盤插針你去接 然後手低一點 那其實剛剛開盤有拉到大概475 我這地方大概有200 250點 也其實相當不錯了 陸壽執行到這邊 因為這邊是直接拉過去嘛 再回撤下來 所以說 這邊就是第一次回撤 第一次回撤的插針 那就是還蠻完美的 在尾盤的時候 那這個我也沒有去做 好那 當然 這句話好像沒有代表任何事情 沒錯 因為我個人覺得他已經插針過 他再下來要把它插破 感覺很難 所以變成說 我今天個人認為 這一層難做 這一層也不好做 所以我們的所有的希望都落在了 23400點 如果在夜盤真的能夠順利突破過去 我覺得也是做一個很簡單的突破回撤 那這個很簡單的突破回撤 就是跟昨天講的一樣 做一個突破回撤 突破做多 突破回撤做多 那再來呢 偏保守就是突破回撤之後再插針 插針 只是把 他今天下午3點剛開盤那個位置 把它給插破 然後再拉回到23400點 這個位置再去做多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執行 那因為剛好 最近有看到到23380幾點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跌破了 我們待會出去再看 然後再來看下一層 那下一層這個23510 我又覺得說這層去做多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覺得他比較偏薄弱一點 然後他下一層的一個更巨大的壓力 就我認為是大壓力是23660 然後微晶天最大壓 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是23660 越晶天這個地方越不能去做多 越不能去做多 那這個地方23510 待會夜盤真的突破這一層 那真的到這裡的話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勉強去做 突破回撤多 就是他很簡單 你知道做那種5分K 他能夠突破 然後回撤下來5分K直穩的 然後去做多 他是很簡單 但他的 我覺得他失敗的機率應該會比23400 所以目前是要等到23400 是一個最好的位置 然後這個這一層跟這一層 我都有點模糊 我覺得他們到後面 或許他們的支撐壓力的那個位置 這個點數會不一樣 大家看這樣子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好那就是我們剛前面看過的圖 日線的結構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是之前講的 就是如果跌破22700 然後可能回撤到這個22400這個地方 這個就略過 好那這邊又更新一張圖 就是頭天牛醞釀當中 但是已經不是醞釀當中 已經突破了 這上面沒有改 那我們一樣 如果這我們看這張圖的話 是把那個壓力放在23110 對很奇怪 我內心覺得說是2325 然後畫圖又覺得說是畫在23110 對 因為23110看起來比較合理 且這個正確一點點 對 所以 那就從這邊開始抓 那從這邊開始抓的話 其實剛好我們之前講過 這剛好是24000點 對 所以這一波 會不會真的就順利上去 不過 目前這裡應該才有趨勢線所壓制住 我們待會再一起來看 然後這張圖是在昨天畫的 我說大像是趨勢線嘛 然後大家來對一下 欸 這張圖呢 完全沒改過 有改過啦 改那個箭頭處 原本在這個地方 然後移到這裡 而且他也是 剛好順著大盤就到這個地方來 就非常的明確 剛好就是選擇在這個地方去撞 撞這個 撞這個趨勢線 加上那個位置 所以 趨勢線的部分是沒有改過啦 然後有改過是這個字體 大下降趨勢線 跟這根箭頭 這個圈圈我把它刪掉 而又改的是這兩個東西 那線是沒有改過 所以說 線是非常準確 主力確實就是有在看 下降趨勢線 對 然後這個下降趨勢線是從24000點下來 那還是偏大結構 所以我個人 在昨天就講說他碰一次是不太能過啦 那所以說 目前已經碰了第三次 我不知道這第三次有沒有機會過 對 那就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下降趨勢線 大家可以自己試的話 我覺得還蠻準確的 就是 沒有更改過這條線 只有更改過這個字體 和移這個箭頭的部分 好 大家看一下這個是剛剛最後 最後我剛剛在3點半要開錄之前的 然後他的突破 不過現在不知道掉到哪邊去 然後 我個人認為如果說把今天的這個 開盤這個低點這個地方 箭頭值這個地方 圈起來這個地方 然後他跌破再拉回到23400點 那或許呢 去做一波多戰有機會到23500點 然後再下一層是23660點 對 那我不知道現在的格局是如何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下今天的停力損的部分 然後 呃 框框畫起來 畫掉的是 操作權震 但是我覺得權震的東西就先不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覺得自己還是在 飄忽不定的一個狀態 所以說先不分享 不過是有停力的部分 是有停力 那 可以講說是操作哪一檔 是操作那個 星象 然後是昨天建倉的 昨天建倉呢 今天就有不錯 不是不是昨天 昨天的前天 我突然很忘記 不是昨天的前天 我忘記了 應該是前天啦 前天建倉 那今天有不錯的一個漲勢 不錯的漲勢 就是他是有幾倍幾倍 所以他的趴數比較大一點 好啦 大家看一下 紅海部分是之前說 紅海聯發科廣達 三檔之中有建倉一檔 那建倉紅海 但是呢 就是我認為說 目前的資金改變回來了 所以 因為手上有 又有技嘉嘛 你看到我賣技嘉 昨天又講的時候有技嘉 那有技嘉 所以說想說不要那麼多權值 還是把目光放在中央型個股 比較會長 因為手上就有 政惡跟台積電嘛 就是想把它當作有點類波段去做操作的 所以 就不放那麼多資金在 全資股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金寶技嘉 天紅跟建倉 都是通通都是第一次買 當然沒有賣到 就是全部都10% 因為有一些是到達壓力 接近壓力 那就先賣 就沒有說等到 所謂的10%才賣 我們就來看圖吧 那當圖是建倉 建倉部分是散熱 那之前其實在節目裡面當中也有講過 然後這個在 我們的會員影片裡面有講過 那反正是在那個上週的時候 這個 行情很差 但他並沒有下跌 那我記得是在這一個買的 就買的還不錯 我買的還不錯 就這一個買的 是在上週五 最近週三 上週五就買 然後就有Lounge 對這個還不錯 然後再來看一下天紅 天紅部分其實在這一個買 但上方都沒有賣 然後我到今天才發現說 喔原來 我知道為什麼之前都沒有賣 因為他就算 他 要到緊繃 最緊繃 我的成本是325吧 然後他到最緊繃的 最高點大概是360這個位置 才有10%啦 難怪我就不會賣 但是因為我今天就有前車之鑑嘛 那個 前面都有壓制住 那今天差不多到7%的時候就 有先賣掉 一樣是賣1 3分之1的部位 我就是把它看成一個區間盤 先賣掉1 3分之1 然後後面3分之2 看有沒有就會做一個突破 然後這檔是不是設備 然後看一下這個金寶 金寶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那在之前呢 節目裡面我們有分析過吧 那我是一個人是在 忘記這兩根哪一個買的 就是他掉下來之後 又做一個破底發案 然後再回撤回撤 然後忘記在哪一個買的 然後反正今天到達前高點的附近 大概28塊左右 然後就先做賣出的動作 那 他是算是做電子代工嘛 那但是之前有把它歸類在這個機器人的部分 好看一下這個鴻海 就沒什麼好說 那這檔算是蠻幸運 怎麼說 因為現在建倉在210 然後我的停損呢 這有點刻意拉大 因為我覺得下一層不是這麼低嘛 那我這一層是直接拉到200 我拉到200才賣 大概是 因為是210建倉嘛 所以說 200大概是5%嘛 用個5%給他賭 那剛好就 這一天下殺的那一天 我沒有去被打掉 上週五下殺沒有被打掉 不然蠻幸運的啦 真的蠻幸運 那 今天做一個換股的動作 並不是看壞他 因為現在應該不會看壞權值股吧 現在 最近起搞不好蠻多人操作波段 應該可能都賺錢 那這一檔技嘉上週五有講 我說要突破嘛 技嘉跟偽創在最後面尾巴的 節目尾巴那時候有講 然後在昨天 在前天 昨天講說在昨天嘛 那應該是今天應該要講在前天 前天是有機會的 前天是有回測是有機會的 那我自己個人還更加激進一點 我自己是在上週五的尾巴去買進的 所以說可以看到 我前方呢 是只有大概是7%左右 對 因為我成本是買比較高一點 是買在這個週五的突破的時候 去買的 對 OK那看一下資金流吧 那我覺得目前可以觀察 可上週的西方值設備 電子化工 然後AI工具機 機器人跟散熱 然後 現在IP股跟板卡股呢 在今天轉強 我覺得要持續做觀察 那我自己個人沒有那麼喜歡板卡股 反而是IP股的人比較喜歡一點點 因為其實板卡股之前在那個什麼 黑悟空 有沒有 大家應該知道嗎 黑神話悟空 起來的時候就有炒一波 那炒一波其實好像並沒有 應該說有一點稍微的破壞他的結構 炒一波上去之後又跌下來 那前方的壓力是不是就套牢更多人 對那IP股基本上已經 我已經好久好久沒聽到人在講 好久好久 應該已經半年以上沒聽到人在講 所以相對來說 真的會買的應該是左側啦 那散戶應該也沒有追買力 或是說裡面的籌碼 可能或許比較乾淨一點 都是一些 可能真的有要從底部拉上來的阻力這樣子 所以 或許IP跟板卡 我比較偏選想要選板卡 選IP 然後 真的想要選板卡 不如看老AI 或者說是比較偏AI 伺服器、雲端那一類的 好那大盤開始轉好了 貴滿也處在多方大底階段 那還是老壞 也就是站在多方的勝率是較高的 對那我今天好像忘記用那個輪盤 那我們今天就 我等一下看一下時間 還是不講個股 看一下 那電子化工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觀察的是 帶領、觀察科、台星 達星材料跟星科 那裡面最最最弱的 像是中華化 我覺得他們不能跟這四檔一起看 我覺得他應該跟那個永光一起看 那我 剛剛沒有看永光的那個線圖 所以我也不知道永光長什麼樣子 那反正呢 這四檔可以包在一起看 但是中華化不能跟他們一起看 對那目前想法是這樣 好那上論模組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個人覺得還是 一線的最顯卡 就是劍測 酸紅跟齊紅一起看 然後像劍主人今天是轉槍 但是就位階來說的話 還是比較喜歡 這三檔 那我自己個人 剛剛前面有講 我是 停歷的這個劍測 那劍測也是整個 全部的散熱股裡面 價格最高 然後 展示最兇猛的一檔 對 好那大家看一下機械零組件嘛 就是說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只是剛好看到然後接的 那其實想要代表的是 機器人工具機這一塊 還是需要做觀察 然後 昨天有講工具機嘛 但是呢 在今天有一些表現其實並沒有到 特別好 今天就做休息了 而且你能不能夠再往上推 我覺得 還看不出來 不過我會再次去做觀察 對 那所以我自己個人在今天也會 反正今天禮拜三嘛 然後是做這個會員個股 所以說在今天也會把 一些個股稍微整理一下這樣子 好那看一下這個電腦機周邊設備 那像一下 大狀控就非常右下角 然後滑行班卡 看起來要轉強 那立台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覺得結構上跟大狀控差不多 就是只要資金呢 一旦鬆懈就拜拜 那滑斧也是 滑斧他 我覺得應該直接把它丟即可 不過他之前是炒車用 那這波今天應該是長車用的部分 然後陳啟也是之前 黑神話悟空嘛 跟那個 所謂的大陸什麼七彩虹 然後合作 所以他長最兇猛 那他的結構其實一直都沒有破壞掉 但 對 有點不太喜歡他 那 四星科就沒什麼觀察 然後我覺得可以觀察 應該是 我比較喜歡的是陰夜打跟圍影 陰夜打圍影 然後滑行好像可以 也可以觀察 他是比較偏 就是顯卡部分 那神機的部分 還在盤整 有個大突破在看 大家看這樣 然後 設計IP 不然我們來講這個好了 我們來講IP股好了 那 四星KY兼掌精版 然後 然後創意 然後愛浦 力旺 智元 目前來說 最廢最爛的是智元 跟愛浦 對 然後 最強的是力旺 那力旺所佔的比 比例趴數到底多少 我自己不太知道 他 基本上力旺是一個強制股 然後 再下來的話是 第二強是創意 然後第三強是四星KY 當然還有什麼金像光跟M31 但是M31金像光我們沒有做觀察 那不然我們就來看四星KY 創意跟力旺 OK 那我們決定了 好 來看一下 然後 就是IP設計的部分 今天也有一些起來 但是 大部分 我覺得 大部分你進場應該還是被砍頭的命運是還蠻大 金像光 金像光有上 這金像光是金星科 不是金像光是金星科 才是做IP 金像光應該是做 其實我不知道金像光做什麼 然後 我們看一下這個板卡 板卡我自己個人沒有那麼喜歡 那板卡為什麼會上漲 是有傳說 是因為 比特幣創下歷史新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觀察 我們在之前這邊的時候 講過一次 就很久很久以前 不知道這裡 這裡還這裡也講過一次 然後說 因為我就是 比特幣的部分就是做左側 左側交易就是 有跌 跌到一些支撐 支撐 然後就掛 掛單掛的 然後去買 這樣 那今天創下歷史新高 那有可能就是說 是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但 我覺得也跟目前的 整體的股市 有稍微轉強跡象的一個原因吧 我想法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說完 然後我們剛講說 我們直接來講 四星 ky 好 四星ky 然後創意一個人力網 我們直接來看吧 然後我們今天個股大概是 三檔左右吧 我們看一下四星ky 那四星ky 為什麼會說 要做特別觀察 然後因為他 目前來說 然後如果說 以格局上 我覺得 這一層 我改一下 改到這裡來 我覺得這裡比較合理 這裡應該改到這裡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變成說 我們現在得到的資訊是什麼 我們現在得到的資訊是 今天的掌停板 剛好摸 前方的壓力 那這個前方壓力是什麼壓 大家可以去知道說 它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頭部嘛 下來之後 上來 沒有過前高 所以說它是一個 頭 頭 低 那面對這個 頭 頭 低的一個概念的話 那是不是 就是要把前方的地方 給吃過去 前方如果說能夠吃過去的話 那後面行行行行 是不是就有機會來到這一層 對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對 所以說 如果說有做一個突破後的回測的話 那再來看看吧 那再來看看 當然目前看起來非常非常強勢的 那會不會其實 回測到這一層就手不穩 也是有機會 因為其實 我覺得最棒的是 漲上來 明天再一根突破 然後後天回測直穩 那如果說是 突破之後 然後開始在上方直接爆一個超長的上限 或說那個量爆得超級大 然後變成初破K的話 基本上這個就不要砍了 就拜拜掉了 那或者是 拉上去很高 然後莫名其妙在一個地方 然後突然下來的話 這樣的話或許 它的失敗率也很高 所以最漂亮的是 一根突破馬上回測 然後接到之後就往上走 對 當然這種個股搞不好它會 呃 時髦跳嘛 時髦跳當然是用盡的最後面的力量 如果說它是時髦跳的話 用盡最後的力量到往上一奔 然後到達某一個位置 然後爆量下跌 那下殺到這一層的時候 我覺得也不要看 反正只要出現爆量啊 然後或是說 呃 拉的太遠啊 才跌回來啊 這個都不用看 因為這個在我們操作這種 右下角的個股比較NG 那為什麼會一直這樣講 因為我們還是必須得說 我們回去看我田地的這個個股 我們回去看我們田地的個股 你就知道為什麼 你看像這檔 劍側右三角 然後天紅右三角 金寶右三角 然後紅海右三角 然後機甲右三角 即使我們在這樣的圖裡面看起來 還是平衡上角 或是說一些結構 但這種結構 我是一個人做 其實失敗機率也蠻高的 基本上都是做像天紅啊 建設這樣的個股 對 那我們就拉回來說 那目前 我們先看完這一檔 我們來看一下 欸 下一檔我們說看哪一檔 突然也要忘記 呃 創意啊 創意 創意之前我們有說過一次 然後他是有機會嘛 是有真的拉上去 1200塊吧 我就1200塊 好 這一層 1215啦 然後 呃 再 前進突破 然後昨天稍微一點回撤 但那個昨天那個回撤 這個看起來是有點爛爛的啦 但如果切成這個 一個小時看起來好像還是守住 那今天就往上拉 對 所以說目前來看起來的話 他就還是有把1200 1220這附近 然後是支撐 那看看這一波有沒有機會 就拉拉拉拉拉 再拉到這一層 然後才掉下來 目前看法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波的那個走勢 還有辦法沿著底部的上上趨勢線 往上去走 對 所以說 他的 呃 長線當然是空頭 但中線跟短線是比較偏強的 我只能這樣講 那要突破上方這個趨勢線 這個 壓得最久 這個上趨勢線 有突破了 他才開始變成說長線是走多的 不過目前中線跟短線是偏強的 那我不知道他拉到哪邊去 搞不好真的拉到上方 然後又掉下來 這說不定 然後看他最後一檔那個立望吧 立望的部分的話是比較偏 呃 右上角比較偏強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他的結構裡面就是 從這邊呢 開始往下壓 然後呢 上方是做一個突破回側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有一點點就是 剩下結構的互換啦 不過自己個人覺得說 這一層就不用去看 我們就看上方 大概是3400塊 好3400塊這邊有辦法做一個突破 突破後的一個回側 那再來來看 好 那我們最後就來看三檔個股 那目前我們看這幾檔 那我們看他這個狐臉 到下面那個帶領 那狐臉的部分的話是說 他建倉在168.5 我覺得建倉位置不錯 就我們之前就是 有在節目裡面講說 這個168.5是一個大支撐 那下一個壓力 下一個壓力就是180 有可能 但是180這個壓力 我覺得如果說我們以一個 呃 就我們這邊就不打了 反正就是說 168.5是大支撐 中軸就是180 然後再來下一個位置就是 190是大壓力 大概就是差10x10這樣子 那就是 這整段就是20 那你要漲上去超過10% 所以說 這兩個股現在最棒的就是 可能低點這邊 165 他們的這兩個的低點 165這邊當停損 那拉上去看看有沒有機會 那這個可能就沒有符合 雲線的操作 什麼10%才賣 他或許他到一個可能5%6% 然後就很值得就去做一個出場 他的本身 能夠跑的%數不多 然後今天剛好又漲到車用 就我們剛剛前面講 漲到車用這樣子 OK 所以 我們看下檔吧 然後看一下光紅 光紅的部分的話我們是做什麼 光電 我們看一下4956 這個需要用這邊看 好 我們看一下 那光紅的部分的話我們之前就說 他是在這邊有機會做指紋 然後 我們看一下前方怎麼拉 前方這裡怎麼突出去 所以不是在那裡嗎 我也忘記我之前是怎麼畫的 我也忘記我之前怎麼畫了 我之前用抓這一層嘛 然後 覺得這一層這樣子一個結構 應該是蠻漂亮的 然後 這一層呢 在 昨天是5號嘛 昨天一開盤 然後原先 開盤開開開低 然後原先要拉上去 但是爆了一根上癮線 今天又爆了一根上癮線 就下漲 所以說這檔個股的主力 應該是在 昨天 就跑掉了 昨天就跑掉了 然後今天就下錯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上方這一層 先畫的 下面來說的話 應該就會跑到這一層 不過 如果以現在的走勢來看的話 這種個股我覺得可以先緩緩 可以先丟在旁邊的 不用 不用看了 我覺得 個人想法是這樣 就先丟旁邊 因為他已經 正式轉落了 我覺得正式轉落了 因為今天也疊了8% 我蠻大的 疊8% 那目前下來可能是這一層 但是 有興趣的話 就等待一根指紋吧 那我自己個人應該是 先避開 因為 我目前 我個人認為說 他找的個股應該會是下一檔 我們再看下一檔 下一檔像是帶領這一種 已經在前方 跟著大盤一起整理過了 跟著大盤整理過了 大盤掉下來的時候 他也疊 大盤反彈的時候 他也反彈 大盤掉下來他也疊 然後大盤反彈的時候 他也反彈 我就跟著大盤走 因為目前大盤是 我們看是比較偏轉 那比較就會跟著大盤走 那像剛剛那一檔光紅 他是可能先下破了 先疊 疊破他的一個盤整區域 那可能還在下面整理階段 那可能大盤長 他都沒有任何的一個走勢 那 他可能也比較偏少 比較沒有說 所謂的一些族群性的部分吧 OK 那 大盤的部分就是 嗯 就是小值K指紋嘛 這個我不知道 早上早上已經有問過 然後小值K指紋嘛 小值K是在昨天嘛 昨天突破之後 指紋一根、兩根、三根、四根 然後今天條根開高 小值K指紋 然後呢 日線可以在等這種一根 就這樣 沒了 那他下 上方可能這裡有一些短壓啦 不過 個人比較看好下面的一個W 跟這本上面的一個 這應該算是一個M頭啦 一個M頭的頸線 所以說這邊指紋 那或者就上方這一層了 目前想法這樣 好 那我們三檔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您請來 我不再按 這個 請 請